打这个院吧 所要用到的材料真的很多 前两天我们是用完了 三千五百块砖 还用了很多水泥沙浆 打好了蜜珠 底下也是打好了水泥瓶 今天又买过来 八千多块钱的模板 差不多两百来张左右吧 那边还有些四成六的木条子 装模的时候都要用到的 我们买的板子是九层板 大概有1.4左右的厚度 可以重复利用到四五次左右吧 都是买那种基本上最厚的板子了 这一块模板大概有几十斤 也是挺重的 我们的模板全部是堆放在地下停车库这边 大概每一块有1.6个平方左右 这边又买了 两百根四成六的木房子 先买这么多吧 少了之后我们再去城里面买 我们整个这底下停车库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面积是220 挑出去的话 每个位置大概挑个1米3左右 要加几十个平方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 整个院子包括到我们那边盖研的位置差不多有 接近300来个平方左右吧 今天我们叫了两辆图拉机过来买板子 这边都是村木板 今天买的板子基本上都是干透了的 我们这边有干一点的板子卖 也有才刚刚聚开的板子 干一点的板子要贵一点价格 今天主要是买一些山木板 还有些村木板 还有些山木房子 总共是两辆图拉机 刚才才开了单 大概金额又是2万多块钱 木房子装修的材料是非常多的 这边是一个木材加工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村木树 这边当地有收的 像这些厂子专门收这些树 然后改成木条啊 还有木板 现在准备装车的是房子 这是2米5的房子 6层14的 就算是3米5的房子 开工厂 是3米5的房子 下方的小米 你看看 a 这个房子 在小米上 市场 这些房子 还是3米5的房子 就是5米5的房子 这次房子 个小米5的房子 子 山看一下 快过来 朋友们好 我是石头 昨天下午我们去城里面买了一些材料 今天上午过来的时候 刚刚把这堆板子攒鱼的那边 就已经下了雨 所以我们就休息了 现在师傅们都去山上捡蘑菇了 就留我一个人在这边 我们才刚刚吃了早餐 这会儿呢又没下雨了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干活了 师傅们都去找蘑菇了 我就把这边呢 这些木板给他拿一下 然后这边也不整理了 等他们明天过来的时候 这边我们要装一个 打一个地凉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卫生间 一直到二楼都是卫生间的 到时候中间也做一个隔断吧 这些板子啊 稍微整理一下 要不然好多小孩 喜欢到这边 爬来爬去的 万一摔着小孩就麻烦了 这一间的近身是八米 刚好是八米吧 后面我们是延伸了 大概二十公分左右 所以就是八米二左右吧 背后的话 这一间是有一个 独立的卫生间 这边院把的土 已经全部清理好了 但是这里面的缝隙 还是没有填满啊 一搅的泥 我就不踩进去 给大家拍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 昨天下午 拉过来的一些板子 全部堆放在 邻居家的院把 我们是用薄膜给盖住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前两天我们 弃好的这边 厢房的位置 和右手边的厢房也是一样 这边留了大窗户 全落地窗的玻璃 视野也是非常好的 这边还留了一扇大窗户 这个房间是比较大的 大概 开间是四米 长度的话是七米六 接近三十来个平方左右 这边以后就是一间茶室了 朋友过来在这边接待 茶室的背后是有一个 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一个 小卧室 这边进去就是一个小卧室了 再进去就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卧室 大概有16个平方左右 基本上也是够用了的 这边我们是留了一个 两米宽的窗户 这个卫生间是比较宽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因为是不规则的地形 所以说就随着我们的地形 来弃这个卫生间 砖墙高度的话是三米四的高度 17块砖 上面的话我们是准备打线角板 留了一扇小窗户 大概一米乘以一米五的尺寸 以后挨着木房子的这边呢 全部用木板来作为 隔墙 整体的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间厢房呢 我们是准备要盖瓦 因为这是大门口的左手边 这一间我们要建的高些嘛 在农村里面建房子 有好多地方还是有些讲究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这一间 非常的宽 以后建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边娱乐 喝茶都是挺不错的 这边就是一个大院吧 大概有三百来个平方左右 其实底下可利用的地方是很多 尤其这两天 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都说底下坐车库的话 太可惜了 把它全部做成房间的话 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想说 这边是坐院吧 底下呢可能是比较潮湿吧 如果是作为房间的话 可能还是不太理想 暂时把它作为车库 如果后期用得上的话 我们再给它改造一下 变成房间也是可以的 只要一下雨啊 山里面就是这样子 雾蒙蒙的 这会儿还晒了一些 刚才一大片都是雾 这几天也是秋收 正在忙的季节 大部分的老乡呢 都在收玉米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稻谷了 那一堆山木板 我们移过来之后 全部都放在这边 这是开年的时候 在村子里面买的树 然后去城里面加工 拉回来的 昨天我们买的都是商品板 基本上也都是干了的 就是这些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昨天买过来的板子 这边先搬了几款 放在这边 上面还没来得及搬 就下了雨 现在我们用这样的棚布盖着 这一大堆都是的 整个这一大堆的话 有三万多块钱的 那边还有些领子在底下 领子没在这上面 上面都是板子 还有方子那些 总共昨天我们是 叫了三辆拖拉机 拉过来的 这边下了雨啊 还没盖住 都已经湿了的 但是这没关系的 放几天就干了 我们买的板子 基本上都是淡干了 大概等一个月左右 我们就要开始装修木房子了 一下雨了之后 我们屋檐背后的羊沟 是有点积水的 这边等到房子装修好了之后 要把这边的排水溝给做好啊 要不然这头是有点高了 这边没有水 中间是积水 这小狗啊 和我很熟了 每天我走到哪里 它跟到哪里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买的板子 大概有两指厚左右 都是这样子 沙木板 其实这些板子是比较厚的 它价格也是比较贵 整个像这样一个木房子 从楼上装修到底下 大概要六十多帐 七十帐的板子 所要用到的材料是很多的 如果全部堆放在房子里面的话 基本上这三间 全部要堆满啊 有人说 这样的木房子不装修 会不会倒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朋友们 这是我们祖宗 好几千年留下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手艺活 这都是损某结构的 你放在地上的时候 它是单独的立柱 单独的方子 单独的瓦条这些 但是你把它全部连起来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整体 刮风下雨 尤其怎么说 就比如说地震都不会倒 因为损某结构 它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牢固 像现在建木房子啊 把地基把基础给做好 装修好 屋顶上不漏雨的话 随随便便 像这样的木头房子 一百年两百年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 木房子现在 在农村里面啊 这几年 建的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都喜欢住木房子 因为是干燥 舒适嘛 像我们南方的话 到夏天啊 阴雨绵绵的季节 住砖房子里面 尤其是贴地板砖的 它是比较潮湿的 但是木房子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 这边的二楼 我们就要好好地 给它利用起来了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位置 要修一个卫生间 从一楼的位置 开始做基础 然后呢 中间我们打线角板 二楼的话 同样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 朋友们啊 只要一下雨 我们这边山里面 大概也就这个季节吧 都会长蘑菇 所以今天 师傅们一休息了之后 我们吃过早餐 就去山里面捡蘑菇了 待会呢 我也准备去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蘑菇了 好 这期的视频 也就为了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 请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